U23人数挂钢诺员 各地在左右文王中间忙摸索 2018中超 中奖U23发案 U23球员必须有至少于能为首发球员 U23球员单场楼记上场的人数 不少于能为单场楼记上场的人数 一场球U23球员在单场比赛的90分钟内始终在场 对比2017赛季 2018赛季的新政 不断继续挖球U23球员首发 更是将各支球队的生命线 换人人数和U23球员人数绑在了一起 打比方来讲 各地习惯于使用三名换人首发 Mama本场比赛出现在球场上的U23球员总数也将是三人次 新人只有一人必须首发 但每场比赛本队的换人名额却只有三个 如果将这个战术调整的宝贝机会白白浪费在完成任务上 Mama给球队主教练进行临场调整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一脉政策高压的弦 中超各队只能摸索前行 寄出超大的横带与生辉一战 双方指哨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三万人 用二三首发的策略 最大限度保全了主力阵容的完整形 然而地端逐渐显现 别分落后的生花 本能加强进攻端 确苦疑要留两个名额 幻名二三前仪上场 而只能阻力到地 隐线地横到这边了 终身到其人的上场机会 批本被烈伤 甚至全渔门都开断了 凯纳瓦罗的像一个幻人世纯 教练临场调整的神秘性 被安全破坏 用服政策的球队 仍带有人在 第二连客战顾之恒松的 河北华夏幸福队 在第八十分钟 才会上第二名 一二三球员徐天元 该场比赛 华夏幸福派上了三名又人 更加力人暂指的是 最后一名 一二三高华格 在不时阶段出场 剃下的不是别人 正是十分钟前 刚刚出场的徐天元 国安帽边责任起来 生死时速 两个人暗三贯人民元 都到了不时阶段排入 有球迷戏人 要是产生力值能用此前 带了时间主才直接吹了哨 不知道到时候 国安又怎么交代 太官和施密特 这些名声能力无应置疑 老九呼啸球员 被他们深知 二三球员还无法抢起大梁 赶旋相碰许其轻 胜负巨大成绩压力的 他们做出如此选择 也无可厚非 只不过奔奥的是 徐天元本用二三小将的出场 成为了例行公式 而不是战术性调整 正乱的做法能对他们水平 提升起到多大帮助 想必随一梦心里都能赶秤 新政二点凌入正轨突遭变故 用二三影响联赛格局 尽管当一买赛季出的能力 但随着赛季的进行 装抄各地中 逐渐冒出了一些 可以真正提胜球的英汉三球员 而不用将这一政策 当作完成任务的各地主帅 在领场调整方面 也有了足够的空间 然而就当联赛进入最后冲刺踢时 随时一声六下 政策又变了 等赛季装抄一直继续再结束 国家的征兆中抄俱乐部 一万三以上球员的话 该俱乐部将享受 一万三减免政策 减免人数与要运会规定相次 例如 在各级国家队比赛或局势的时候 有球员入选的俱乐部 将可以减免全同人数的一万三球员 假如有一名国家就减免一名 假名就老人 三人就一名一万三 都可以不认赏 政策欲出 有人欢喜有人怨 上岗和国安网友 二三球员实力平平 相反其板冻席 却拥有一批能力不错的 周深大球员 被招下紧估咒的金户 两强战力将营养反倒有所提升 而恒大囤积了大批英二三国脚 尽管实力一般 但长期断继着人正时间 此方变动将球队的状态 出现了一定波动 也进阶导致了球队最终冰怪 最为被动的反弹是一些暴击球队 执行新政最为彻底的大联律 当好不容易陪远出弯进行 比顺和网友同志三名失灵 应按三主力 随今立指命令让球队伤惊骨 结果打来暴击形是不错的联军 直到最后一轮才涉险上岸 而后场上边满人的天津派达 在关键时刻 岳不得不加兰方和高教练 雅明长官 人换学人送出 可怜今能处在最后关头 只能靠唐汪松 曹人等一众老将勉励支撑 三名西改的中国足协 再度成为向量 而执行政策更为确定的球队伍 在领党决策下 反大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因此于是中超中强 对足协的信任感继续降低 而人换三样周围的势力 底皮放弃征兆 并按三主力们参加量周围的决定 也开始让人们重新审视 实行两年的并按三政策 以及这批全员的真实实力 新政3.0到真义中几度 实施效果 以及训费相关 2019赛季新政 与201当赛季的按三案之和大致相同 只是全场并按三的楼季出场人次 被固定为不少于三人次 同时不在5万元人数挂针 而一旦出现提训冲掉球员情况 责任胜赛季下半段的执行方案执行 不少于三人次的规定 将于二三球员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以为文言是脱钩的说法 看上去给各队三绑 实险于胜赛季的处境并以后制 对于中超中强独立的是 高准益 博宇明 姚军诚 何超 博士豪等一批内方国小 在2019赛季中超龙 球队不得不用力人选来填充营业 而对于球员来讲 既能享受政策红利 又能当刚首发的日子 一切不复凡 未来的位置 真的要靠自己的实力要争取了 当然 这个政策中的最大变数 恐怕仍然是集训队 温泉恒大 天海 大远立冲 江苏苏宇一够等队伍 中级集了大量的U23 甚至是U25集训队常客 如果是联赛竞赏区中的集训 那么至少不会影响到球队在比赛中的用人 但如果像上赛季一样 开展动着事业的集训 那么遭受球员冲掉的俱乐部 如一会遭到重大大击 联赛的观赏性 也将遭到折扣 结议 行政的初衷是什么 显然 中国协议认为这一措施 有助于快速提高年薪球员水平 提高俱乐部对年薪球员的正式程度 显然两年过去了 2018年英二三要州奔合要运队上 是民国奖门的表现 虽然让半中规差强人意 在了2019成年温州杯上 能够被旅逐给予一张机票分养阿联球的人选 不过刘玉明 刘洋和尔士豪区心三人来以 在这个过程中 不少人曾在胜利后 鼓势政策带来红利 认为这场黑超迷离的胜利 就是政策带来的改变 然而在失败后 既有少有人心情细合地选择相信过程 请与他们容错空间 这项政策到底管不管用 在多大程度上管用 中国择协并没有拿出一个明确的 数据后的 听得起推敲的报告 不同利益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对这个政策会得出不同的决论 但每一年的Y23新政 就是这样没有经过真正的讨论 推远 试错 并直接进入了实施阶段 这样不断的试错 到底能给中国服务带来什么 或许没有人可以给出明确的答案